我早年 年轻的时候 跟黎宾南老巨师学金教 他办了个金学班 就是教讲经 他有两个班 一个班叫讲演 一个班叫讲经 学生呢 三十多个人 几个人成就 老师对听话的学生 很不客气 有打有骂 老师回答人 对不听话的学生 很客气 从来不折背 态度都很问候 我们年轻不懂事 二十多岁 看老师这样子对的是 我们就有疑惑 又不敢问 可是时间久了 老师看出来了 把我叫到房间 跟我讲这个话 知道我有疑惑 他是那个不能接受 金教教会的 不听话的 就不要认真去教他 把他当做说旁听的 老师用这些呢 当旁听的 不跟他结怨仇 你要骂他 他记恨 你要打他 他报复 那不就麻烦了吗 愿愿相报 没完没了吗 不听 就客客气气 欢欢喜喜 上课欢迎你来听 听多少 不问 真相学的 骂了 打了 还感恩的 那个一定要骂 一定要打 他会感恩 他真相学